欢迎来到今天的云端世界 我们第一个故事就是要回到诺曼蒂的战场 6月6号是诺曼蒂战役的75周年的纪念 西方文国的领袖群聚当年的古战场 来祝贺也缅怀当年这场战役的胜利 不过场面所尽有很多的老兵凋零的镜头 的确以美国来讲 当年参战的官兵超过了1000万以上 如今仅存的呢 不过5000人而已 不过当年在二次弹中受害最烈的两个国家 中国跟俄罗斯 他们的领袖却没有获得邀请 不过这两国的领袖普丁以及习近平却也没闲政 他们是群聚在莫斯科庆祝中俄建交的70周年 除了高峰论坛之外也有轻松的活动 像是替莫斯科动物园的猫雄馆举行了揭幕 也有受到特别瞩目的 就是替中国大陆的华为跟莫斯科的电信笼筒厂商 MTS公司双方的签署协议共同建设 这项签署是双方愿意建立全面性的5G的网络合作 这也显示 尽管美国跟中国之间的贸易战火 不断地给中国大陆带来了一波又一波的伤害 但中国大陆还是停起来 同时这波战火也显示 中俄两国的加强结盟 来对抗美国它的所谓不断的扩权 以及所谓的向国际间的打压行动 虽然美国的战火 以及美国的所谓的扩张行为 不断地向世界扩张 但这些行为似乎完全没有办法阻止 中国继续向世界拓展的脚步 军乐响起军人步伐 整齐划一 昂首向前 胡桃钱娃娃 英国皇家护卫队 也鱼冠走上舞台 领然口号响彻全场 数百军人一字排开 舞台背板上写着大大的 第一队七十五字样 六月六日这天 是诺曼帝登陆第七十五周年 这场史上最大规模的 两棲作战行动 当年盟军船舰 就选在纪念典礼所在地 英国南部的普兹茅斯港出发 抵达法国西北部诺曼帝 夺回遭纳粹占领的土地 行动虽成功 却造成数千名士兵丧命 七十五年后 以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为首 首相梅伊与德 法 美等十六国领袖 都齐聚追念这历史遗言 大赢帝国国旗 随着国歌舞动 接着舞台播放起 幸存老兵回忆录 他们说的是和平世代 未曾经历过的血泪 当年浴雪沙场的战事 都已经至少九十高龄 住着拐杖不堵满山 说什么也要出席这个 属于他们与和平的日子 川普念着美国前总统罗斯福 在诺曼地登陆当天 给美国人的祈祷文 英国首相梅伊 和法国总统马克宏 也朗读了各式书信 字字句句都提醒世人 此刻和平又多不义 一连串歌舞升红的活动后 远方天空突然传来 轰然巨响 军机冲场换彩托尾 英军红舰特技飞行队 编队表演跨过天际 在远方留下一颗大大的爱心 海空正式齐发 海面上载着三百多名 退伍军人的MV布迪卡号游轮 由英国皇家海军护航 六天航程寻着当年战士航机 横渡英吉利海峡 重返诺曼地战场 为纪念这一天 全球民间飞航收藏家 更发起活动 修复并集结世界各地 二十多架 昵称达克塔的C-47运输机 因为这款飞机是诺曼地大空降时 多数伞兵都搭过的机型 而97岁的老伞兵莱斯 也用行动纪念这一役 从飞机上纵身一跳 莱斯看到的已飞浴血沙场 他花了六个月时间培训 也不时想起当年那刻 当年莱斯空降过程 降落伞被子弹打中 但他仍幸运 安全着地 他说那是他遇过 最糟的一次跳伞经验 即使脑中挥之不去的阴霾 在众人惊恐与期待下 莱斯做到了 他重演75年前 空降任务 等在一旁的老友激动不已 向前将他紧紧抱住 纪念活动百花齐放 诺曼地战役最终解放了巴黎 遏制了德意日等轴心国攻势 也因此西方盟国元首 每五年都会齐聚一堂 盛大庆祝 首次参加的川普上任后 打着保护主义 与昔日盟友渐行渐远 然而同盟国间的关系 也因为川普起了变化 中俄在75年前也曾为盟友 如今以经济为名结盟 成了另一个现代轴心国 五日克里姆里公里 响起激昂迎冰曲 走进乔治大厅的是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他和普丁在红毯上又见面了 更令人玩味的是 中美贸易战谈判破裂后 他首次出访 此时恰逢欧美国家 在贸易与科技战横梢遍野下 逐渐疏离中俄 正巧让两国联盟 在军事和经济领域上越走越近 长州峰会后 习近平与普丁签下总金额 200亿美元的30项 贸易与合作协定 称两国正式进入新时代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跨国合作原本再寻常不过 但这场签署活动上 有个人非常眼熟 画面左边是华为轮值董事长郭平 与他达成合约协议的 则是俄罗斯电信巨头MTS主席 这意味着在习近平亲自出马下 华为成功在俄罗斯拿下大单 超音赶美发展5G 在双方建交70年之际 习近平更特地以主兵身份 带领签名官员和商界代表 出席俄国吸引国际投资者的 年度盛会 圣彼得堡经济论坛 他的演说更三句不离 对抗美帝 我们将旗帜鲜明 推进经济全球化进程 维护多边贸易体制 中国愿同各国分享 包括5G技术在内的最新科研成果 共同培育新的核心竞争力 转变经济增长模式 中国观点直白点名 更从俄国舞台强力放送 国际媒体也紧盯关注 习近平仿俄型 中俄两强都各有盘算 来到莫斯科动物园猫熊馆 习近平和普丁 被中俄两国小朋友团团围住 这是中国睽違62年后 对俄罗斯再继猫熊外交 送上四川猫熊 丁丁和如意 与世无争的猫熊 啃着竹子不知世事的悠闲 对比大国攻防 结盟角力 75年后 国际态势依旧两派对立 必得分离 当然对中国大陆来说 每到这时候 也有另外一个历史的记忆 也要重新面对 那就是1989年6月4号 在北京发生的镇压行动 其实每到这个时候 有两件事情自30年来 从来没有改变过的 一个就是在香港维多利亚公园的烛光悼念晚会 这一次依旧举行 而且比以往来的更加盛大 而另外一件事是中国大陆似乎刻意的想要淡化 甚至抹去这段记忆 就以今年来讲就有国外学术单位统计 今年一到四月之间 光是跟六四有关 而被中国大陆从网络上删掉了所谓的敏感词 多达3000多个 贴文超过了70万篇 究竟六四这件事情该如何去证实它 该如何去记忆它 这件事情仍然处于争议当中 在中国大陆国防部长表示 这完全是一场政治动乱 当时的处理是完全正确 也因此中国大陆才能够走上 30多年来的惊天动地的经济建设 以及所谓的稳定发展 但西方媒体眼中则完全不忍 在30年之后的这六四这一天 他们做了如何的报道 如何追踪这段历史 而中国大陆人民又如何来看待呢 如黑夜中点点烦心 人人手持一只白蜡烛 照亮香港韦伯利亚公园 六四三十周年晚会 参加人数更甚以往 18万人涌入 晚上9点就已经坐满6个足球场 只是继雨伞运动之后 香港最大规模集会 每年举办六四晚会 不仅悼念逝去亡灵 更是为了记住 天安门广场的惨痛抗争 而在30年后的今天 国际媒体不仅大篇幅报道 更以记录者的角度 重现六四 1989年4月 中共改革派领导人胡耀邦病逝 北京大学生举行悼念活动 很快地演变成一系列 民主搜集 80年代的中国刚刚摆脱文革阴影 可求民主言论自由的大学生们 聚集在首都新藏天安门广场 象征中国最高政治权力的天安门广场 成了年轻人的情愿场所 从一开始数千人 数万人到最高峰一百万人 声势浩大 前所未见 学生们示威游行 静坐绝食 5月中 旧苏联末代领导人 戈巴庆夫还造访北京 让全世界的记者聚焦 也终于换来 以极权高层的一次对话 迅速达出我们的条件 因为广场上同学正在挨饿 如果再不行 还在这个问题上纠缠的话 那么我们认为政府毫无 毫无解决问题的诚意 北京已经是秩序大乱 而且无几拨击到全国 谈判破裂 双方互欢而散 两天后 改革派的总书记赵紫阳 来到现场 只是他下台前 最后一次 这能终于露面 我们 在台湾了 总书来了 你们很年轻啊 最后北京宣布戒严 但街头的示威游行并没有结束 学生们的情绪越来越高昂 民主要推 自由要推 自由要推 学生们的同学 带了几个小区 带了几个公里 到他们的自由 Tianamon Square 学生们面对国家机器 毫不畏惧 当时揭露一切的 美国记者麦特斯 如今回想起来 此时的终于不意 台湾上百位歌手 也曾录制一首歌曲 《申源学运》 但万万没想到的是 政府真会拿枪杆子 朝向学生 6月3号晚间邓小平下令清场 人民解放军队数十万人 从四面八方包围 铁夹 探客 黑镜 天空的工程 当时人也在现场的NBC加拿大籍记者亚瑟肯特 也差点被榴弹打中 天安门广场成了战场 留在这里随时都有丧命解放 学生一边逃命一边救人 肯特不顾安危 只为尽可能记录下更多画面 六四三十周年前戏 已经六十五岁的他 将当年拍摄的片段 重新修复剪辑 并亲自描述当晚所见一切 由于当时的北京已经中断卫星传送 几乎与外界断绝联系 这无疑是中国现代史上最黑暗的一夜 而血腥镇压没有随着白天到来而停止 坦克与枪响 仍未窒息 直到六月五号清晨 路口与街道满是伤亡者 清场虽然基本完成 戒严部队依旧继续挺进 更多坦克车开进北京长安街 但这时却有一名手拿塑胶带 身穿白衣黑户的男子 冲上前 只身阻挡 坦克前进 这一幕纷纷被当时在广场旁 北京饭店内避难的记者们 堵住下来 他甚至爬上坦克和士兵交谈 失败后人不断阻挡坦克前进 坦克人只身挑战国家武力的身影 成为六四最鲜明 最震撼的印记 他到底是谁 还活着吗 始终沉迷 还好有这群外媒记者 把画面传送出去 第一个问题是 在那间店里的电影 官方宣布死亡人数为318人 但曾亲身参与的人都知道 伤亡远远大于这个数字 六四从此成了中共严加管制的禁忌话题 当年民运领袖如今各奔东西 想为六四平反之心依旧深藏心底 没想到六四届满30周年之际 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 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峰会上 尽毫不避讳地为当时的镇压行为大力辩护 主张平乱有理 此话一出全球哗然 国际讨论更多的是 中国30年来经济改革飞扬 还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但言论自由与人权呢 六四过后 中共发布了20亿人同气黑名单 除了较知名的王丹 乌尔开西 柴玲 丰从德等 当年参与高层对话的王志兴 也在榜上 被关入大佬一年后 从此遭国家严密监控 像是这一天 在饭店接受NHK采访当下 门房突然来电 要求累计离开 也因曾参与叛乱 王志兴找不到工作 只能在亲戚公司帮忙 言行举止一切生活都在监控之下 流亡海外的风从德 特别从美国飞往香港参加六四活动 不是第一次 今年却遭拒绝入境 日后也难再踏上故乡土地 中国日益钳制 言论与自由 就是要将六四从人民的记忆中 彻底抹去 消灭六四的手法 就是封锁一切相关连结 网路上半点资讯都查不到 更别说是放入教科书了 1989年 仿佛什么事都没发生过 30年后6月4号这一天 平常搜寻得到的89646号火车 直接被消失 记者在街边采访报道 更是当局无法容忍的行为 记者在北京采访有流打游击站 并依公安无所不再盯场 30年前的大学生 多已迈入中年 已经多达百万人响应的学运 现在到底有多少人还记得 你记得八九年的时候呢 有第二门观察那边有学生运动啊 不知道 回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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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不知道 无论是年轻或上了年纪 民众大部分一头雾水 或是脸上露出尴尬表情 有真理在心中 冲痛在胸口 还要人多互相 还要折磨多久 19八重年来中国 充满了改革的乐观 自由的可能 但中共的枪杆 却把那个中国无情枪决 活下来的这个中国 透过新的控制 人民已不知道 何谓民主价值 遑论政治立场 下一个30年 能有所改变吗 还得看中国政府 是否有正式历史 每次都看到 历史的伤口 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日本 工业化 高龄化 跟少子化 给日本当前的社会 带来了很多重大的转变 其中一个现象是 很多人选择 跟自己的父母亲同住 或者基于一些理由 他们必居在家中 选择不外工作 而就是靠父母亲来供养 甚至自己切断了一切 外界跟社会的联系 也很少跟外界 进行各种的互动 到了最后 他们成为一种 独居在家中的人口 跟着父母亲一起老去 他们被社会称作 叫做禅居族 这个字眼在过去六七年 经常被讨论 因为很多日本的社会 开始注意到他们 而他们存在 也产生了很多 社会的新的议题 如今估计 这一类人口 大约有120万人 欢迎是当今的日本当中 人口15到64 每六个人当中 有一个位就是禅居族 而最近这个星期当中 日本社会接连 发生了两件凶杀不幸 一个是在街头的随机杀人 这名凶手造成了他自己 跟另外两个人 总共三个人的死亡 而随后又有一名父亲 在家中杀死了自己的儿子 而这名儿子 跟当初那名行凶的凶手 这两个人都被认为 可能就是属于简居族 杀死之间 简居族成为了一个罪恶的代名词 很多人聚在家生活当中 也被划一届划定为 成为了某种罪犯的潜伏分子 这下子日本社会 引起了很多的震惊 众多的讨论 也引起了很多社会的不安 究竟所谓简居族 他们的生活是如何 究竟社会能够把一切的不幸 都归注于他们 究竟他们真的有这么大的罪过吗 在警方压器下 憔悴不出警察署 嫌犯之所以受到瞩目 因为6月2号 他在东京炼马区家中 竟把儿子给杀了 農林水産省の元事務次官の 熊沢秀明容疑者 今月1日 44歳の長男英一郎さんを刺したとして 殺人未遂の疑いで逮捕されました 76岁的老父亲杀了儿子 已经够让人不敢置信 且嫌犯过去 还是名政府高官 行凶的雄泽英招 在日本社会被视为超级精英 东京大学毕业后 进入农林水産省 一路做到最高行政官僚 虽然2002年 因为狂犬病疫情下台 但又在2005年至2008年 出任日本驻杰克大使 时间回到案发当天下午3点半 警方结果报案 行凶的雄泽英招 声称在家中持刀砍杀了儿子 警察赶到现场 发现他倒握血破 胸部与腹部都被刺了十多刀 紧急送医仍不至身亡 自首的父亲随即被上铐逮捕 熊泽一家搬来社区二十年 多数邻居都没看过儿子 甚至不知道他的存在 媒体探访后才发现 44岁的死者原来是个长期失业 足不出户的检居族 但这样就算了 他沉迷电玩不找工作 还从中学开始就有暴力倾向 多次对父母动粗 让老父亲忍无可忍 警方调查事发当天 儿子曾抱怨 邻近的小学伴运动会太吵 与父亲发生口角 熊泽阴招担心儿子这颗不定时炸弹 会对小学生不利 就怕5月28日 传奇杀人案再度重演 决定亲手结束 儿子的生命 死者的网络偷文证实自己的暴力倾向 曾向母亲为何生下自己 还要母亲到此为止 都要不起生下她的责任 警方推测 可能是长期的各种家暴 母亲过世后 父亲精神上不堪故客 加上感觉身处危险 却又碍于社会地位 面子 不愿向外界求助 才会大意免卿 日本十天内 虽然发生两起害人凶杀案 尽管动机不同 却有一个共通点 川崎市51岁嫌犯 严启隆一 与44岁的熊泽阴一郎 都是长期失业的 检居啃老族 大白天迟刀砍杀 排队等巴士的小学生 造成两人死亡 18人轻重伤 嫌犯严启隆一 从小父母离异 加上遭同学霸凌 成年后长期失业 便啃老族 同样出现反社会人格 我在家里长达半年以上 不工作 不社交 也不上课 靠着父母收入过活的人 被称为检居啃老族 他们大多以网络为伍 与现实世界断绝联系 情节严重者 甚至拒绝 逆人交谈 目前日本国内的检居族人数 已经达到100万人以上 以往检居族都为年轻人 但近年中年比例越来越高 41岁到64岁的检居族 高达61.3万人 而且超过七成都是男性 这样的严重社会现象 就连日剧也拍摄探讨 曾在大企业上班 有过外派经验的男主角 因为在职场上遭遇挫折 变得足不出户 只靠网络与外界沟通 检居族家里蹲的原因 包括旧学不顺遂 职场遭逢挫折 父母过度宠溺 还有不适应人际关系 而年纪迈入五十大关后 检居又啃老的人 和八十岁的年迈父母同住 又形成所谓 巴林古林问题 宅在家二十个年头的中年男子 因为八十三岁的老父亲过世 没钱花用 生活陷入困境 检居族高林化 已经成为日本无法忽视的社会问题 接连两起凶杀案 更让检居族被贴上半点标签 只是76岁的熊德爸爸 为了怕央吉无辜 竟先亲手结束 儿子的性命 如此人伦悲剧 叫人请问五台 一项喜欢大场面的美国总统川普 最近到英国进行了三天的官司访问 想必极为满意 因为英国人投其所好 给予极其盛大的接待 事实上这场访问 在当初川普当选之后 就非常想成型 英国方面似乎有很多的阻力 特别很多人不太喜欢去 因此这次随处 还是看到很多的抗议行动 不过川普说哪里有 到处都是欢迎自己的人潮 他说他自己是最好的客人 甚至说当他跟英国女皇坐在一块的时候 立刻他们两人之间产生了化学效应 他是一个最好的客人 这话从他自己嘴里说出来 恐怕真是令人觉得 好像是太自大了一点 但不管怎么样 川普这次去英国 他很满意 他的家族也全部几乎随行 有人批评这根本是家族旅行 根本是替他的子女大打开人脉 同时顺便考察自己的家族投资事业 在这川普的直升机缓缓飞进伦敦白金汉宫 具体在外头的民众一看见直升机出现 好几个人伸长手对直升机 蒙笔不雅手势 但这抗议算温和了 伦敦的一边不仅有大批反川普群众 与警察发生激烈肢体冲突 这名头戴红帽子的川普支持者 甚至跟反川普民众扭打在一起 最后还被推倒在地 川普三号抵达伦敦展开上任后 对英国首次的国事访问 但他人都还没落地 大批反川普群众已经群情激愤 不只集结抗议表示不欢迎 更发挥创意 有人在议会广场升起六公尺高 穿着尿布拿着手机的巨型川普婴儿气球 甚至还有人特别从中国定制这尊 坐在金马桶 不断放送着他名言的川普机器人 激进所能嘲讽他 川普访音掀起前所未见的大规模反对声浪 英国人之所以讨厌他 除了正义的言论与行为 更多次说了干预英国内政的话 让许多英国人不能接受抗议声浪 遍地开花 结果川普不但没生气 还刻意向英国示好 似乎显示他想和王室打好关系的企图 为期三天的国事访问 不止第一夫人陪同 包括女儿Ivanca Tiffany 儿子小唐纳川普艾瑞克都随行 以往川普出访都只带伊凡卡和库许纳 这回几乎全家出动 还刻意站在白金汉宫阳台上 让大家拍个勾 纽约时报则分析 川普家族这举动像是在对外宣称 他们是美国版皇室 也是贵族世家 在川普抵达白金汉宫花园时 英国王室遵循传统出动皇家仪队 以盛大军令接风 还有41响礼炮欢迎他 接着在白金汉宫举办国宴为他接风 相较在美国的狂傲姿态 在英国的川普处处谨慎 尤其女王也在 她可以装乖 还胜赞女王是伟大的女性 业会上更把准备好措辞文雅的讲稿 照稿逐字念 在女王临着她参观皇家藏物时 川普显得小心翼翼跟在女王后头 显然继续去年英公访英 跟女王阅兵时 不小心走在女王前头的失礼糗事 只是在小心 川普还是出现NG动作 像他在白金汉宫门口 见到女王那刻 用类似集权方式与女王握手 还有在白金汉宫国宴时 川普致辞丸 下意识用手拍了女王的肩膀 这些举动都被认为是冒犯女王的动作 又让她成了英国民众消遣的对象 如果您不介意我说 昨晚你刚才好似乎 你似乎在最好似乎 像是女王 你完全想要表较尊重的尊重 我对她有尊重的尊重 来到英国还特别抽空接受专访 看得出来川普对英国很特别 更沉醉在与王室的互动 不断分享跟女王的互动点滴 但可不是每位王室成员 都跟她有良性互动 川普出访前就传出她批评每一根 两人此心没见到面 但川普道士与查尔斯王储 共进英式下午茶 而即便伦敦市区有人抗议 川普仍按照英国为他排定的行程 前往西敏寺探观 她全程寻规道具 没有天外飞来一笔的暴走言行 第二天一早 在女儿伊凡卡等陪同下 跟准备辞职下台的首相梅伊 在官邸就脱欧后的双边贸易 进行讨论 金钱就放话 要英国在华为议题上 能跟随美国脚步全面禁用 但英国最后没照办 仍倾向走自己的路 一趟巩固英美两大盟友的国事访问 不如说是川普与王室交行之旅 甚至是家族度假之旅 澳洲这个国家 光从它的地理位置 就知道它跟世界很多地方是隔绝的 也因此 它的国土上有很多特殊的动物 袋鼠啦 五尾熊啦 还有就是今天我们要给您介绍的 袋熊 袋熊很多人知道它 也很多人看过它 尤其知道一件事情 袋熊它的排泄物 犹如方块形状 是在所有普通物当物当中 大概是唯一的 原因是在于它特殊的肠道器官 当然袋熊的数目并不多 我最近在澳洲引起一项争议 究竟袋熊是不是主义 濒临绝种的动物 澳洲政府认为并没有 但是当地却有一位女士 她一直都在设立各种的动物机关 来保护这些袋熊 她认为它们的生存正面临极大的风险 因此她不惜跟政府展开了一连串的行动 究竟这位妈妈队还是澳洲政府官方的说法队 究竟袋熊今天的命运发生了什么危机吗 Millie breakfast Come on Millie 圆滚滚的身材 短短的四肢 细小的眼睛与耳朵 却有一个大大的头与鼻子 加上一身棕灰色皮毛 看起来笨重滑稽 但动作却相当敏捷 这是澳洲特有种动物 带熊 天生活泼好动 爱咬臭不肯闻的袜子 喜欢追着人 东奔西跑 主要栖息在澳洲东南部 以及塔斯玛尼亚岛的地下洞穴 因为是有带类动物 小baby刚出生时 必须躲在育儿带内 比较特别的是 育儿带朝后开口 母带熊用前脚挖洞时 带中的宝宝才不会满脸都是土 草食性的带熊 却有非常强的领域性 会攻击入侵者 而标志自己地盘的方法之一 居然是排放出方形的粪便 你能看到 蜂蜂蜂蜂蜂 是完全固定的 全面固定的 实际上是一个桑 蜂蜂蜂蜂蜂蜂 蜂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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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蜂�蜂��蜂� 原來帶熊大腸前半段皺褶多 而且腸壁比較硬 加上消化期可長達14天 吃下去的東西被吸乾水分 然後被腸道皺褶不斷擠壓 最後成為方形 帶熊是五尾熊近親 同為澳洲國寶級動物 也因此被稱為洞穴五尾熊 卻傳出面臨生存危機 野生帶熊經常被公路上的汽車撞死 或撞成重傷 現年46歲的時代分 15年前就曾親眼目睹一隻帶熊 不幸慘死輪下 他原是動物志工 後來決定成立帶熊收容所 專門照顧因為撞車 失去媽媽的孤兒 或是受傷的野生帶熊 一年可收留三百隻 帶熊媽媽的美名不盡而走 Marie 例如這隻名叫瑪莉的母帶熊 就是被車撞上全身嚴重骨折 獸醫曾建議進行安樂死 卻被使帶分救活 如今在收容所內舒適的生活 這隻是貓 這隻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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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小小愛們入屬家珍 年幼的帶熊 時代分會把牠們養在室內 最多曾經超過30隻 客廳擺滿箱子 而裡頭則是一個個 類似育兒帶的布袋 讓小傢伙冷安心睡覺 這以前是我們的住宅 你現在看到了 它全部被擺滿了 我們在200%的水準 睡飽的蛋熊 則是迫不及待從箱子中探出頭 然後一流煙跑到地板上 把客廳當作體育場 來個百米衝刺 抓都抓不住 有的到處調皮搗蛋 斷搖手套用力甩頭 甚至爬到洗衣机里面 和脏衣服捆成一团 最后弄得四脚朝天 带熊妈妈忙得 不得不随时跟在这群宝贝后面 收拾残局 你吃什么 不不不 我会进入困难 走 照顾带熊固然很累 喂养带熊小宝贝更是辛苦 因为刚出生时发育不完全 时代芬就用毛巾当作育儿袋 把小宝贝小心包好 24小时全天放自己胸口 还得每两个小时为一次买 65克 5克 我愿意 每两个小时都值得 收容所的终极目标 是把带熊野棒 史代芬特地在户外设立了带熊野棒学校 将逐渐长大的带熊移到这里 慢慢学习野外生活 带熊学校的日常工作 就由史代芬老公菲尔福克 一位小时用完整的带熊野棒 你怎么去逐渐的时间 在冒养的时候 你怎么会划断 如果我可以划断 我会很划断 如果能拒绝 如果你遇到他们 他们在树上 都会有好证射 他们会对得到 野放的袋熊有時候也會回娘家 這天晚上一隻最早野放的袋熊 圍棋回來探望史代芬 結果不好的事情發生了 之所以會掉毛 是因為圍棋罹患上對袋熊來說 最危險的傳染病戒險 成為威脅生存的另一個原因 戒險是由戒險蠻蟲傳染 染病的袋熊皮膚起氧無比 會不斷地抓騷 造成毛髮脫落 皮膚潰爛增厚 病情嚴重的袋熊可能會失明或死亡 我們相信有70%的生命蝴蟲 在新西蘭威爾都會有嚴重 或是被嚴重的袋熊 會被嚴重的袋熊大本營之一 塔斯馬尼亞的納朗塔普國家公園 就曾爆發嚴重的戒險疫情 戒熊的數量一夕之間暴減94% 幾乎全數滅絕 為了搶救僅存的國寶 動物志工全力為染病袋熊頭藥 想盡辦法在牠們身上擦藥水 另外也在野生袋熊洞穴口 加上一個有裝設小容器的蓋子 志工在小容器中注入藥水 每當袋熊掀開蓋子進出洞穴時 小容器的藥水就會灑在袋熊身上 我們不必要擁有自由生活的蝸蝸蝸 他們可以繼續生活的平常生活 但他們正在治療 然而問題在於這個方法使用的藥劑 必須每限期更換 加上袋熊不會固定住在相同洞穴 更糟糕的是會互相傳染 澳洲政府卻是不聞不問 還認為絕種說法根本是氣人優天 我們也知道有一個地區 和一個地區的改革 也沒有討論是正確的 但我們的蝸蝸蝸是危險的 絕對不是 我們每百萬人的蝸蝸蝸 可能有90%會死 氣氛政府的不作為 戴熊媽媽提出自己的解決方案 她請昆士蘭理工大學教授 維塔設計戴熊醫院 也就是在天然洞穴上 加蓋一個棚架 罹患戒險的袋熊一旦上到棚架 收容所員工就可以餵食並投藥 完全和健康袋熊隔離 避免擴大傳染 所以有專家認為 時代份做法治標不治本 但他盡力而為 未來目標就是推廣戴熊醫院 繼續照顧戴熊 讓這可愛動物生生不息 謝謝您收看今天的雲端世界 下個星期同一時間 我們和您再會 再見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